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这个礼拜我要推荐几个片子 其中第一个片子是 盲护用绳子拉着四字 在街上减实资源回收物的画面 那这部影片 其实任何一个媒体工作者也好 或是公民记者也好 当你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 你心里面一定很震撼 怎么会有一个狮子耳在街上 用三字经在那边大喊大叫 然后他的腰带里面 跟绑着一个绳子 然后被跟父亲之间紧紧的细在一起 然后更让你震撼的是 这个父亲本身是一个双眼失明的一个人 他们靠着减实所谓的资源回收 这样的一个工作来维系他们两个之间的一种生活的画面 你会看到会很震撼 很震撼的情况之下 你会想说我怎么去帮助他 那另外就是说 你会想说那政府到底在做什么 怎么会让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街头里里 甚至在我们的生活周遭 我们台湾不是一个狐狸国家吗 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发生 所以如果一个公民记者看到这个画面之后 他接下来的一个采取的动作 如果说我们去访问一些所谓的社会福利机构 然后问问他们怎么去帮助这样的一个一对父子的时候 你会发现其实我们议题会被导入到这样的情形 那我们面对这样的议题其实是一个两难 是一个两难 我们必须要照顾这个狮子儿 我们也同时要照顾这个盲户 让他们的一个生活可以得到解决 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单纯说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赶快把孩子送去所有的收容机构 那其实如果忽略到父亲本身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这个问题是没有解决的 那如果我们今天不去问里长 不去问社会局的相关的承办人员 你可能会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说 为什么他们家是不是真的是低收入户 然后实际的结果 他们家不是低收入户 反而是借以那种临界点 那借以临界点 这种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可以去协助他们 去度过这样的生活 那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有什么机制可以去去帮助这样的父子 我从这部影片里面可以看到 看的人背后的一个所谓的反差 引起你思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画面 这是我推荐的第一个影片 那第二个影片是梦想互助会 这梦想互助会其实说真的没有什么很令人觉得说 他这个空间有多美丽 他其实整个影片是在介绍说有一群民间的人 他去把一个空间 去把它营造出一个很温馨 然后可以让大家来这边放松心情的一个地方 那那个地方不是以盈利为目的 让他是想说大家可以共同的这个地方 去分享 去展示 去做所谓的彼此之间可以吸引教会的一个地方 那从这个影片里面可以我们可以有几个角度去看 其实如果把台湾很多老设老房子 或者是一些所谓的旧建筑 那政府托了很多钱去维护之后 委托其他人去经营的这样的画面 同时把带到这个画面的时候 你会发现其实难能可贵 这个空间是去由民间人士去发动 然后去进行所谓的空间活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那从这个点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他竟然不是以盈利为目的 很多人 比如说我们去把一个所谓的老房子活化了 或者是把一个有特色建筑的地方 我们重新再去整修之后 我们想要继续维护它的时候 我们都会想要在这个地方 有能够多多少少有些经济利润 可以益住我们在这个地方经营的一些所需 其实这个无口或灰啦 但是在这个影片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在地默默的一群人 他们只是想要做分享 想要把这个空间 大家彼此之间去互相 因为透过这个空间 能够互相的一个对话 然后透过这个对话里面 我们可以让彼此之间在生活环温的时候 可以有一个所谓的实现梦想 或者是放松心情的地方 第三部影片其实 其实他这部影片其实 并不是影片拍的特别好 或者是这部影片 有过人的一个地方 而是他这部影片里面 最后的那一个小办事 其实是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 那感动的原因是 我可以看到 一个公园里面的一位清洁工 那可能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工友 在大雨磅礡的一个下午里面 他看到那个公园里面的排水孔 有很多的落叶 很多的那个所谓的垃圾 可能因为下雨之后 被冲到那个排水孔之后堵塞 会让整个公园会积水的情况之下 我想每一个人看到大雨的时候 都会尽量躲到自己的家里面 即使我今天是政府机构的公务人员 我也会想要在办公室里面 去监控整个政府各地的一个灾情 但是我们从这个画面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说 有一个清洁户 他看到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他拿着竹扒 然后一不断地在大雨里面 不断地把清水孔的落叶扫除 然后整整在雨中 站了将近一个小时的一个情况之下 这让人非常非常的感动 感动的是说 他不会因为大雨 然后会就离开他的一个所谓的工作的岗位 那他也不会因为说 反正烟就烟了嘛 干我何事 而是他在他的一个工作的职位里面 我可以看到台湾人 尤其是老一辈的人 愿意为他的职业奉献出他的那个 所谓的他的热情 跟他的所谓的 对这个职业的那种尊重的那种情况之下 真的这是台湾小任务里面 所展现所展现的那种台湾人的那个精神 所以非常非常的感动就是说 能够捕捉到说 一个阿上在大雨磅礡里面 然后很努力的把这些所谓的垃圾 清除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我也看到说职业无贵贱 真的你只要愿意付出 那就真的会值得让人家尊敬 那尤其后面这一段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人 刺着脚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 从这个阿上的身边走过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人很怕踏到那个污水 很怕踏到那个雨水的时候 反而这个阿上在那个地方 很用力的去清扫这个过程 形成很强烈的对比 所以很值得 很值得就是说 对这个阿上 真的去至上十二分的一种敬意 那也这个影片也值得去推荐